好,那大家好 那整场这场议程即将开始 那本次的议程大概时间为10点50分到11点20分 奖者郭月是亚马逊云科技的资深开发营运专家 有超过11年的互联网经验 曾从0到1建设百度自动驾驶开发者社群与京东云开发者社群 并且负责让其技术影响力的打造以及传播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郭月所带来的如何打造全球性技术社群 Hello,主持人好,谢谢主持人 Cost Club的小伙伴们好 今天非常开心能接受此次活动跟大家去分享 我今天带来的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打造全球性技术社群 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了 我本人目前就职于AWS中国 也就是亚马逊云科技 负责亚马逊云科技中国的开发者社区的建设 那今天呢 其实我将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带来分享 第一个呢 其实是如何打造全球性的技术社区 这个是根据我刚才过往经验中提到过的案例的一些分享 第二个呢 是根据我自己从业多年的一些经验总结 帮助大家了解如何让自己的技术和项目更好的链接全球开发者 那第三点呢 其实是今天是一个开源的峰会嘛 我也是非常鼓励大家用开源的文化与思维助力社区生态的发展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如何打造全球性社区案例的分享 那第一个案例呢 我是刚才主持人有介绍到我的background 我其实是负责过Apollo自动驾驶开源的这个项目的 那大家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 百度推出了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开放平台Apollo 这个开放平台Apollo 它不仅开源了代码 其实也开源了很大量的这个数据集 当时在2017年百度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大会上 陆旗发布 我们正式开源了 那当时其实是来来自全球的开发者 通过邮件通过官网通过找到我们的同事和员工 甚至我们的销售人员都去了解这个开源的一个细节 我们会发现来自全球大量的开发者 其实是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渠道去跟我们交流互动的 那其实整个这个Apollo横通出世 但是也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当时其实还没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开源了这个项目之后通过打造一个社区 去帮助开发者交流互动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却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有刚才提到的 因为用户反馈的渠道繁多 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大家有各个平台去联系我们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当时在官网上有一个联系我们 那官网的联系我们的入口开发者 说想适用我们1.0版本的时候 这个邮件可能是先发到我们公司全体的一个邮箱里面 然后再由我们运营的人员去筛选 这个可能问的是决策部分呢 那也可能问的是感知部分呢 再去分发给不同的技术的负责人 那整个这个的流程可能就长达两周之久 那由于呢这个时间流程过长 所以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 问题无法及时的解决 导致这些用户和开发者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流失掉了 那第三个预料的问题呢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其实我们都是单点的联系用户 或者用户联系我们 缺少一个用户相互的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是没有办法互动的 那第四个呢 大家也知道这个是Apollo项目独有的 因为它是首个开源的自动驾驶的 开源项目呢 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技术人员的要求 门槛是非常高的 很多很感兴趣的开发者 可能他才刚刚入门 那实际上是缺乏这些技术的培训资料 导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的开发者的人才 是非常匮乏的 那针对于我们遇到的这四大问题 我们才决定了需要打造一个全球性的社区 去帮助开发者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从问题本身出发 我们其实是缺少大量的技术内容给到开发者 让他们更好的去成长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层 我们是制作了非常多的课程内容和运营内容 提供给开发者的 我们有社群分享的一些直播课 公开课 也有默克平台找到专业的 像Udacity这种海外比较知名的这个收客平台 去打造初级和认证的课程 也和这个国内和海外的高等院校做了一些院校合作的课程 甚至编写了教材 那同时自动驾驶它除了是一个技术之外 其实它产业的落地也是开发者关心的 我们也和一些产培的中心和企业联合 策划了一些产业落地的实践课程 那有了这些课程之外 我们就是还打造了很多运营性的内容 每周啊每月啊 就是定期频繁的跟开发者 有这种线下的meetup和线上的直播活动 去跟大家互动 那有了这些运营内容的本身之外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宣传渠道 去让开发者了解到你的产品技术 和你更好的交互 那刚才有说 因为我们做的很多都是课程 所以我们选取了很多课程平台和运校 做我们的宣传渠道 那同时我们的技术内容 我们的活动会发在一些科技的媒体和社区 那像中文的社区 我们可能用的是csdn 海外的话 我们其实在meetup上 去积极地去发布我们的活动 同时在stack overflow这样的海外的问答社区 也会发布一些关于自动驾驶的话题 那有了这些内容之后 又有了这些渠道 其实开发者一期一期沉淀了非常多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 我们属于apollo自己的交流渠道 那海外的用户一开始 我们是用邮件列表的方式去管理的 后来也成立了slag群 方便大家更好的去交流 那中文的开发者 我们一般是用wechart 有了公众账号 也有大概10到20多个社群 帮助开发者更好的交流互动 那后来会发现 其实有了这些群也不够 因为群与群之间还是存在着壁垒 所以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开发者的官网 技术官网 让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社区平台上 去学习和了解 这个是apollo开源项目 它从开源发布之后 到全球化的一个案例的一个分享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AWS开发者社区 我大概是18年加入AWS的 在我加入AWS之前 其实AWS开发者社区已经运营的非常好了 我们的全球社区为开发者量身定制了 各种各样的这种program 那我现在要介绍的四大program呢 就是AWS社区为开发者打造的 那我从右向左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项目呢 是AWS Cloud Clubs 这个呢是为学生群体定制的一个社区 只要你年满18岁 你就可以申请成为Cloud Clubs的这个船长 然后在你的学校或者你的朋友 组织这样的讨论技术的这样的Clubs 那全球现在我们已经有55个这样的组织 超过5700个这个members了 这个社区其实我们成立的是比较新的 才刚刚发布了一年多 那第二个从右向左的第二个是AWS的user groups user groups它也是非常不同的 它是by location的 我们为了鼓励开发者在不同地区城市 能够更好更距离更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互动 所以我们的user groups是根据不同城市打造的 现在整个这个AWS全球已经有400多个user group 覆盖了100多个国家 那其实每一个城市我们也鼓励这种城市的组织者 去组织当地的这个user group发动当地的活动 那第三个呢是为了给开发者量身成长打造的一个program 叫AWS Commute Builders 那我们全球现在其实是有1950个builders的 那builders的入门的门槛是 只要你是AWS的开发者 且愿意积极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些技术的分享 那每年是有两次机会可以申请 这个Commute Builders这个项目的 那我们针对builders除了有一些奖励之外呢 每年也会有500美金的代金券 帮助大家更好的在云上进行构建 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program 就是AWS的Heroes 这个是一个MVP的项目 那我们其实是非常鼓励行业内的技术专家 意见领袖能够站出来去培养更多的 这个技术的爱好者和开发者成长 所以我们考核Hero这个如何能成为AWS的Hero 我们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标准 除了这个意见领袖 它本身是这个技术领域的专家之外 我们还会看它的开源社区的活跃度 它有没有积极的在开源社区里贡献 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积极的去分享技术内容 或者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技术的峰会 和这个开发者的活动 为开发者带来更有益的这些观点 那其实每年有四次 不同国家和地区 有工作人员去筛选这样的技术专家申请Hero项目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不论你是刚刚学习的这个学生 入门的小白 还是我可能就是想找到我附近的这个周围的社区组织 去更好的方便我学习和交流互动 还是说我只是一个技术爱好者 但是可能达不到这个技术专家 我们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社区的项目 以及开发者成长的路径 希望不要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开发者 还没有找到我们社区的组织 这个是AWS全球开发者社区的四个项目 那刚刚有介绍了 其实我是运营就是AWS中国 也就是亚马逊云科技中文开发者社区建设的 虽然我们在全球已经有非常多好的项目 但是本地的开发者仍然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比如说很多开发者 他的英文能力确实是不够好 而且呢不能够很频繁的去参加海外的这个活动 尤其是近几年受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在去年 其实上线了一个亚马逊云科技开发者社区的 这样的一个中文的社区的平台 把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内容 问答博客以及给开发者拍摄的视频 表办的活动大赛 以及我们成绩多年的这种全球权威的培权认证 包括我们的一系列的开发工具和资源 通过这个平台开发者都能一站式的去找到 同时我们除了会把全球海量的技术干货 给到中文开发者翻译之外 我们也会鼓励中国的这些意见流行和开发者 加入到我们的社区去分享内容 那我们也是定期的会办丰富多彩的技术活动 然后在本地也有互动交流的社区 在中国去年是新增了10个社区 它既有北深广这样非常热门的一线城市 也有非常偏远的像这个河池啊 这些偏远地区的城市可能很多开发者都没有听到过的 我们是希望通过互联网的这个形式让大家平等的获取知识 那这个是中文的开发社区 那也非常欢迎台湾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去访问这个网站 因为这个网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中文的 对中文开发者是非常友好的 那这个是打造的一个中文开发者社区 那前面这两个呢 是我分享的一个开源项目的开发者社区的建设 还有一个云计算公司的一个开源社区的项目的建设 其实它是非常不同的 之前呢是我们要从中国走向全球 那第二个呢 其实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社区 要运营好中国本土化的社区 其实它是有很多共性也有不同的 那么后面呢 我将通过我之前的案例分享 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让自己的技术与项目链接全球的开发者 也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吧 第一点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好的文档是打开链接开发者大门的钥匙 其实我是负责社区的运营 本身是不负责文档的撰写的 但是仍然我会发现 即便是AWS我们的文档啊 运营了这么多年 依然有开发者会问到我 老师文档这个翻译过来之后 我们有些词看不明白 然后有些步骤好像和文档中的不一样 所以文档往往是挡住开发者加入我们社区的第一道大门 所以呢我们鼓励这个 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开发文档和API的接口 方便开发者链接到我们的技术和项目上来 第二个呢尽量用英文撰写文档 如果你的项目是要走全球化的 一定鼓励大家还是用英文的撰写 同时做好文档语言的本地化 如果你除了会全球化推广之外 你还有一些重点的国家和地区 是你重点去维护开发者的 那请将你的这个文档尽量的翻译成本地化的语言 那第三点是避免在文档中出现一些英文的简写啊 包括一些跳过的步骤 其实我们在写文档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写这个文档的人 他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的PM或者研发 其实他对整个部署的步骤是非常清楚的 很容易不自觉的就忽略到一些不起眼的步骤 但往往那些步骤可能就是开发者卡住的原因 那下面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关键性的代码的复录和图示 会更友好的让开发者去阅读文档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及时的更新同步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在不断迭代的 但是经常会遇到文档就漏掉了 很常时还没有更新 就会导致产品和文档中的步骤是对不上的 那最后呢 其实我的工作是希望做好文档的培训 就是凡是涉及到写技术文档的人 我们都会定期的做一些技术文档的培训 让大家能够高标准的交付文档 使开发者更方便的去阅读 那右边的三个是我推荐的三本书 是我在亚马逊那个商城看到 评分比较高的关于怎么写文档的 如果感兴趣的开发者 也可以去购买的仔细的去学习 那第二点想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找到链接全球开发者的渠道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自媒体平台 媒体平台日新月异不断的在变化和迭代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 包括开发者喜欢的渠道 去将自己的内容传递给他们 第一点最最关键的一点 还是要做好搜索引擎的优化 因为往往开发者在去找到一个技术 或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才会搜相关的技术和项目 所以做好搜索引擎的优化 能够让自己的项目 释放功倍的得到开发者的获取 第二个呢是借助全球性的开发者社区 及本地的KOL意见柳秀 帮过你去宣传你的项目 同时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你还有本地化的运营 还要了解本地化的开发者社区 大家知道全球可能大家会上 这个Sag Overflow上去提问题 会上Media吗 会Dovtube上去发一些Blog 但是我相信每个国家和地区 都会有本土化语言的社区 比如说中文呢 就会有CSDN InfoQ这样的 所以也要找到本地化的开发者社区 那第四点呢是寻找到 垂直化的技术社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项目可能 我刚提到的社区虽然开发者很多 但是呢 我可能就是做人工智能呢 像我之前是做自动驾驶的 那我可能重点就会在 自动驾驶和AI的这些社交的渠道 和这个媒体平台上去宣传我的内容 那第五点呢 是关注新媒体平台和渠道 大家刚才有提到了 现在的媒体的平台的更新是非常快 开发者的口味也在逐遍的改变 以前他们可能是通过纸媒杂志 或者是这种程序员的杂志 去了解技术内容 后来有了互联网 他们可能喜欢用论坛进行问答式的交互 后来又有了博客平台去分享更更详细的去分享技术内容 到现在大家已经开始用视频以及短视频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获取知识 甚至有一些开发者 我知道他们平时在通勤的过程中还会听播客 所以我们要随着这个媒体平台和形式的演进来制作不同的内容 去符合这些当下主流的这个推广的平台 那最后的话如果你的项目足够大 比如说像百度啊 AWS这种比较大的平台 有能力去建设自己官网和论坛的 还是非常鼓励大家 给大家打造一个开发者的家 有一个自己的home page 也只让开发者可以一站式的获取你想要的内容 那如果不是这种大的公司 可能我就是一个小的开研项目 你也可以通过各个渠道上面 申请自己的这个公司和项目的账号 去打造自己的官方的自媒去举证 去宣传自己的内容 那在这里其实我以前的分享中也介绍过 有一个小口诀 就是哪里开发者多去哪里 开发者在哪你去哪 开发者要去哪了你去哪 记住这三个小口诀 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链接到全球的开发者社区 那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开发者 我们其实还回归本质 我们都是人与人的一个交互的过程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交流的过程 都是收获有价值的信息的 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的致力于 为开发者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并主办举办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的 那右边其实我举的一些案例都是 我们在中国给AWS开发者打造的 像TiTalk这种技术分享 线上的webinar 还有meetup线上的交流活动 包括这种这个开发者的峰会 community社区的峰会 包括开发者是很喜欢动手实操的 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 hand on live这种build down的活动 那总结一下呢 就是首先你要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避免向开发者推销自己的产品 一定要关注开发者的难点与痛点 同时呢 要把握实时的热点技术 与话题 比如最近这个生成是AI就非常的火 那恰好你的这个项目 又和生成是AI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接触好这次技术的浪潮 很好的推广你的产品 同时呢 要定期的举办不同形式的技术活动 和开发者频繁的互动 那这个办活动也是要有技巧的 一定要找准开发者的业余时间 尽量打造轻松的这种交流的氛围 同时还有非常非常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鼓励开发者的参与 分享和创新 就是这个活动本身 我们更希望是社区自发的 而不是永远都是官方向开发者介绍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关于如何做好内容和丰富多彩的活动 我在前几年的一个开发者的生态大会上 其实是有过相关的分享 如果想详细的去了解的开发者 可以访问下面的这两个网站 看我之前的分享的材料和视频 在这里针对于内容和活动 我就不做更多的赘述了 那下面一点呢 还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心得 就是一定要打造交流互动的平台和运营的机制 首先刚才有提到的我们开发者 在Apollo期间是缺乏这种交流的工具的 所以你要选好全球开发者交流的工具 如果你是全球化的项目 就比较鼓励大家可以开设 Slack 这样的交流工具 去把全球开发者聚集在一起互动的 那第二个呢可以建设本地化的社区 比如说像AWS我刚提到的这种 user group by 城市的这种形式是非常好 可以把本地开发者的力量凝聚起来的 那第三个呢是要培养社区运营的组织者和步道师 我们要鼓励这个开发者自发的去承担社区的工作 我们赋能给开发者 而不是说所有的社区的运营组织者 都是来自于我们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 或者是公司的职工才可以去 才可以有这个权利去运营 我们要放权和赋能给到开发者 然后也要鼓励社区的步道师 那以前在Apollo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步道师都是官方自己的 但是在AWS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国家和地方的hero 成为我们的步道师 那第四点呢就是制定社区志愿者的全责力 那既然我们赋能了开发者 那我们就要制定好相关的全责力 那同时呢要建立好开发者分享的激励机制 鼓励开发者成为步道师更好的去分享 同时建立好开发者成长的体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技术和项目推出 开发者从入门到精通 都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也需要循序渐进的 为开发者制定这样的成长体系 那定期也要对组织成员进行培训 以免这个大家拿到的标准是统一的 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本身 AWS对于我们的hero啊 builder啊还有user group leader 都会有定期的表彰 也会有很多比如说免费参加 re-event这样的一些权益给到大家 那右边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为了帮助开发者更好的成长 其实就有很多这个不同栏目 从入门到精通的培训认证的课程 然后拿到认证大家也会有相关的认证的一个 官方的证明同时我们有全球 刚才有说了400多个社区组织 在运营的这样的社区 那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往往容易被忽视到我们在社区的时候 很一定要集结你的生态和做伙伴和客户的力量 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这次活动 其实也要感谢Cost Cup提供这样的机会 所以不管你哪一个开人项目 或者你的开人社区 希望更好的去宣传和推广 一定要与行业组织和机构 这些伙伴多多的联动 这里有开人社区啊 基金会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我其实看到 其实他们本身自己也会 ApachiCon啊 CubeCon啊 也会今年办自己的大会 大家都可以参与 那第二个一定要有生态内的合作伙伴联动 我经常能看到Apachi的 都是Apachi的不同项目会联合举办一些meetup 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交你们的开发者聚集在一起 可能我以前是项目A的开发者 但是因为项目A和B一起做了一起活动 我了解到了B 所以我又成为了B的开发者 所以一定要与生态内的合作伙伴积极的联动 然后要找准本地化重点的合作伙伴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吧 虽然不是Apolo和AWS的例子 但是我之前穿越过 然后自己也是一个做远人技术开发公司的 这个社区运营和品牌推广 那我们当时是做中国的这个一个开机的这个安全的工具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我们也是想做海外的市场 因为这个软件是手机的APP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看 到底本地化哪一些合作伙伴是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的 那其实当时我们有看到像Vivo啊 一家啊传音这些手机都是出海做的非常好的手机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产业上下的他们是硬件 我们是软件 找到我们这个生态内产业上下游的合作伙伴 借助他们的力量去推广了我们的产品 我们也跟他谈了一些这个这个手机内的植入我们的软件的这样的合作 其实就可以借助他们的这个用户群体和开发者的群体 去提去增长了我们的用户量 那第四个呢就是产品和技术的共建 刚刚有提到除了我们可以联合办活动之外 我们的产品可能都是生态内的 我们可以共同发布一个产品和解决方案 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联合的办一些活动 达到资源的共享和交叉的宣传 那包括Advice本身 我们也会积极的和一些编程语言的社区互动起来 让用不同语言的这个开发者也能加入到Advice的社区里面来 那介绍完了一些我做社区的分享之后呢 也回到今天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用开源的文化和思维助力社区生态的发展 那最后一页了 最后两页了跟大家介绍一下 开源的文化其实博大精深 我在这里面提就是提炼了四个最核心的部分 开放包容协作共创 那这样的开源的文化如何运用到社区的建设当中来呢 我其实用一张图给大家一看 大家可能就非常明白了 我在这里放了三个模型 那当你的开源的文化和思维融入的更多 你的这种社区运营的模型就会发展的更好 那这三个模型我分别介绍一下 第一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营销漏斗的模型 那往往呢有一些项目和社区 所以他想做这个开发者社区的目的 可能就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 那可能他就是通过我的活动内容 然后找影响到了开发者之后 从层层往下露 最终找到那些可能愿意为我的产品付费的那些用户 那第二个呢 其实是社区养成模型 这个是我在Apollo期间 自己想的一个模型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开发者是 我的这个营销的这个对象 我是希望帮助开发者成长呢 所以不论你未来会不会购买 或者你会不会使用 或者是暂时考虑使用 我都希望针对不同层级的开发者 一步一步走向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 那在Apollo期间 其实对我们来说开发者最重要的是 找到生态的开发者和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也是从最基本的一些大众开发者 重点培养的开发者 养成最终我们想要的合作伙伴 那在这里面主要是靠我刚才有介绍的 大量的技术的内容 以及我们的步道师的支持 然后去帮助开发者培养 那第三个呢 其实是开发者关系飞轮 这个就是开发 这个就是开源文化和思维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当这个飞轮形成之后 其实你的社区的这个运营才能规模化 才能高效化 那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内容 吸引到开发者之后 我们不断的培养它 去鼓励它使用 同时激励开发者自身的交流互动和分享 再去循环的吸引更多的开发者 只有这样开源 协作共建共创的模式 才能让自己的社区运营的更好 那我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了 非常的感谢大家 能在此次峰会上倾听 那刚才介绍的这个开发者的官网 如果有中文的开 喜欢用中文交流的开发者 也可以登陆这个网站了解更多 谢谢我的分享结束了 谢谢主持人 好 那感谢讲者带来精彩的演讲 那想问一下 这是有现场有伙伴想要提问的吗 诶 有 诶 等我一下喔 诶 这样听得到吗 啊 听得到 你好 你好 诶 就是想请教老师就是 你刚刚分享很多都是在 经营这种全球社区嘛 那想问一下说 你自己个人经验里面 经营这种全球社区 跟经营大陆的社区 在一些经营方式啦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就我所知 就在大陆 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嘛 那我相信在 要全覆盖这些渠道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那不知道你们在 选择这些渠道的时候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评估 哪些渠道可能是相对比较高效的这样 嗯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其实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可能做本土化运营和全球化 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差异非常大 我就拿Apollo项目来举例吧 其实当时我们整个研发团队 是在美国的 那其实有很多美国的开发者 也积极参与到Apollo的这个社区里来 那美国的开发者和中国的开发者 最大的就是 美国的开发者 其实他工作的时长 比中国开发者要少很多 所以他有更多 在工作日的这个闲暇的时间 就能凭兴趣参与到我们的社区建设中来 但是中国的开发者 他们很卷啊 我不知道这个词在台湾流不流行 所以他们非常卷 其实他们平常工作已经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基本上 会把我们社区的一些活动 放在这个周末 然后尽量我刚刚有提到了 用轻松和这个愉悦的氛围 去帮助开发者去打造这样的社区 同时其实大家用的渠道也是不同的 刚才你有提到 就是其实引到你第二个问题 在海外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可能重点的 像视频就在Twitch上 YouTube上去推 那可能论坛的话 除了有我们自己官方的之外 我们还会在Medium上 Dev2去鼓励开发者分享 但在中国的话 这边用中文开发者社区 其实流量最大的 还是CSDN这个平台 其实如果你是想做中文社区运营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因为CSDN本身这个网站 它运营的时间比较久 流量比较大 背后的意思就是 它其实搜索引擎的权重非常的高 你的内容会发到这些权重比较高的平台上之后 是经常会通过搜索引擎 会给这个发出来的 同时在国内 我们现在合作比较多的是 InfoQ这个媒体 InfoQ这个 其实我不把它称之为这个社区 因为我觉得InfoQ的这个内容的制作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论是他们自己办的一些线下的这个技术分会 还是打造的一些技术的内容 所以我们一般有重大的产品发布 或者有一些重大的我们自己的技术峰会 我们都会邀请InfoQ来共同的策划 去年AWS Re-event 我们也是邀请了InfoQ去到了威斯拉斯维加斯 去进行我们最新发布的报导 那除此同时之外 还有一些我个人推荐非常不错的 有个segment float 这个社区是国内也比较流行的 那他们其实是疑问答社区起家的 但是他们其实Hexon做的非常好 尤其是今年在这个宣传式AIGC火了之后 其实他们已经在全球各地办了非常多的Hexon 所以这三个嘛 我就先推这三个媒体渠道 是在中文开发者比较喜爱的 除此之外 我还想强调一点的就是 我说的都是综合类的社区 就是如果你的项目是一个范科技的 非常适合 比如说云计算 那我们就非常适合在这些渠道 那除此之外 我也举些例子 刚才有说就是 一定要找准你的垂直化的渠道 因为你的开发者 如果在这个范 就是综合性的社区去找到你的内容 其实他是要经过一次过滤的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开发者 他本身就是从事数据库的 他在这个大陆地区 我们可能用的就是像墨天伦啊 还有一些 DBA plus 这些就是针对于数据库的垂直的一些社交的媒体 社交的这个社区 所以呢 你要根据你项目的本身 找到综合的社区之外 要去留意本土化的一些垂直的社区 去更好的链接到你的目标的受众 然后回到刚才那个我讲的渠道的那一个片子上来的 你可以记住我刚才那个小口句啊 就是首先就是哪里开发者多你去哪里 然后第二个就是哪里开发者再哪里去哪 比如说一些垂直的社区 第三个就是开发者去哪去哪 可能开发者现在除了去CIS经济看 像国内的B站也非常火 他虽然是个综合性的一个视频的这个网站 但是有非常多的科技博主 在上面宣传相关的技术科普的那个那个 科技的知识 所以这些渠道都是不错的选择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 谢谢郭老师 收获很多 谢谢 嗯 您客气了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那我们这一场议程就到这边结束 好 再一次谢谢讲者 所带来精彩的演讲 谢谢 大家 拜拜